各位弟兄姊妹、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5月3日 赴节旗的第四个主日 我们又一起在这个网路崇拜那里聚集 为要去敬拜上帝 为要让我们在祂里面得到平安 在我们来到祂面前的时候 让我们安静低头祈祷 安我们的天父上帝 你是那位创造万有 又掌管万有的主宰 在这个疫情施约下面 我们需要来到祂面前仰望祢 因为只有祢能够平静风浪 才能够平息疫情 让我们今天来到祂面前 都能够放在一起的重担 专心来到仰望祢 你借着圣灵 借着你的话语 方向我们 能够真是心灵敞开 并且能够一目挂虑 经过崇拜 我们心里面得平安 得满足 知道怎样在我们的周遭环境当中 服侍主 听我们的祈祷 奉乃我们的救主 你的圣子 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基督已经复活了 主真的复活了 这个是我们复活节期的一个信息 和福音 我们来到主的面前 弟兄姐妹 因为我们需要在全能上帝面前 谦卑的认罪 让我们用片刻去省察一下 我们在主前的亏欠 亏欠了上帝 亏欠了别人的事 然后我们一起认罪祈祷 全能致慈悲的天父 我们离开圣道 错行于迷失的羊 我们上任己义 上众己欲 违背天父的圣界 当违者不违 不当违者反违 远离你的恩典 我们便无力行善 主呀 念吻我们 认罪的 求主赦免 悔改的 求主 按照主耶稣基督 允许世人的恩 遥述我们 有求致慈悲的父 因耶稣基督的缘故 使我以后 能够尊奉天父 公义待人 安分守己 荣耀天父的圣明 阿们 全能致慈悲的上帝 宽恕并赦免你们所犯的罪 给你们有真诚悔改 和生命的更新 并在圣灵里 得恩典和安慰 阿们 主呀 助我们开口 使我们能用口赞美住 上帝呀 快快拯救我们 主呀 赶快帮助我们 但愿荣耀归于 圣父圣子 圣灵 此初如此 现今如此 后来亦如此 永无穷尽 阿们 你们要赞美主 愿主的名 得赞美 哈利路亚 主已经复活 来吧 我们要崇拜祂 哈利路亚 我们用我们愿迹的羔羊 来宣扬赞美我们的福主 哈利路亚 我们愿迹的羔羊 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 所以我们当守者节 不可用旧酵 也不可用恶毒 邪恶的酵 只用诚实真正的无酵饼 哈利路亚 基督既从死里复活 就不再死 死也不再作祂的主了 祂死是向罪死了 只有一次 祂活是向上帝活着 这样你们向罪 也当看自己是死的 向上帝在基督耶稣里 他看自己是活的 哈利路亚 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 成为碎鸟之人初熟的果子 死既是因一人而来 死人复活 也是因一人而来 在亚当里 众人都死了 照样在基督里 众人也都要复活 哈利路亚 以下我们一起去聆听上帝的话语 本日的经货 是记载一月 汉福音第十章 由第一至第十节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人进阳圈 不从门进去 到从别处爬进去 那人就是强盗 从门进去的才是阳的木人 看门的就给他开门 阳也听的他的声音 他看着名字 叫自己的阳把阳领出来 既放出自己的阳来 就在前头走 阳也跟着他 因为认得他的声音 阳不跟着生人 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 必要逃跑 耶稣将这比喻告诉他们 但他们不明白所说的是什么意思 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我就是阳的门 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茶 是强盗 阳却不听他们 我就是门 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 并且出人得草石 到策来 无非要偷窃 杀害 毁坏 我来了是要叫 阳得生命 并且得的更封信 这是上主的话 感谢上主 今天我们一起唱诗 静静听 这首是一首国语的歌曲 希望大家能够可以一起用国语来中唱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轻轻听 我要轻轻听 我要刺耳听我主声音 轻轻听 他在轻轻听 我的无人认得我声音 你是大牧者 生命的主宰 我一生只听随住声音 你是大牧者 生命的主宰 我的无人认得我声音 轻轻听 我要轻轻听 我要刺耳听我主声音 轻轻听 轻轻听 他在轻轻听 我的无人认得我声音 你是大牧者 生命的主宰 我一生只听随住声音 你是大牧者 生命的主宰 我的无人认得我声音 你说是大牧者 我要轻轻听 我要刀耳听我主声音 轻轻听 我要轻轻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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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 轻轻听 我要 grows听 声音 你诗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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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姊姊平安 每年到福会节的第三个主天 全世界很多的教会都会读约翰福音第十章 论到耶稣基督是世人舍命的好目人 正如约翰福音第十一章说 我是好目人好目人为羊舍命 所以这个主日又称为好牧人主日 提醒我们主耶稣是我们真正的好牧人 在今天的经课里面 耶稣用以下的比喻 来描述这个好牧人的身份 他说第七节 羊的门 他是羊的门 他也是门 这个与牧人守护羊的角色是一致的 在消极方面 是对羊一种的保护 他说凡是不重 羊圈 入去羊群中 那些就是残 就是强暴 羊就不会听他 在消极方面 他是对羊提供一种的供应 饭从他进入 就必然得救 并且出入得草轻 又说我内了是叫羊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这段经文在复活节期间去读是非常有意思的 因为他已经复活了 他不再受肉身的限制 只是在巴兰斯坦地区去行走 如今他可以 来到世界每一个角落 去牧养他的药 去牧养他的百姓 在新冠肺炎影响下面 我们都不可以随便出去走动 但是我们复活主 就能够来到我们的身边 来去帮助我们 使我们能够得生命 并且得的更丰盛 说到更丰盛的生命 听起来是很美好 但是感觉上就很飘渺 不容易去掌握 但是只要我们理解 教导这个好牧人比喻 或者教导这个羊的门 或者门 这个的比喻 上问下理 一切变得很清楚 很实在 二幻福音里面有一个特色 就是有七个神迹 每一个神迹之后 都有一个教导 每一个教导 都是跟之前发生的神迹 是相关 这个好牧人的比喻 这个羊的门 门的比喻 同样都是有一个特色 在里面 它是发生在耶稣 医治 生来就核眼的人 之后 来说明 在这个医治里面 耶稣 小基督表现了 他很牧人的各种角色 他不单止医好了 那个生来就盲了眼的人 他更加在这个人 被这个法律赛人赶出会堂之后 他就带领他 来认识 你认识自己 就是上帝猜离 叫人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的上帝独生子 那人 和耶稣对话之后 他就说 主啊 我信 就拜耶稣 这个人 借着上帝猜离的独生子 借着这个好牧人 借着这个羊的门 借着这个门 进入到上帝的羊圈里面 他不再看自己 因为自己的盲眼 或者残障 而是被上帝就了的人 主耶稣 这位尋找他的好牧人 使他得到生命 但是你说 这个人得了生命之后 和上帝都和好了 那个 并且得的更丰盛的生命 在哪里呢 在这个福音书里面 成绩之后 我们很想去了解 那个原来 盲眼的人 他的生命是如何 是不是找到一份新的 工作呢 是不是开始去建家立业 或者结婚生子呢 在经文里面 没有交代 没有记载 同样呢 在其他的 和主耶稣相遇的人 之后他们的生命如何 一般都没有记载 例如我们试试看 在约翰福音第二章的 《尼哥底毛》 或者在第十一章的 《拉撒路》 又或者在最后一章的《比特》 约翰福音似乎描述他们的生命 点到即止 那在这里有什么意思呢 在这里最少表明了两点 第一点就是说 只要和主耶稣相遇 信靠他是上帝所差离的独生子 世人的救主 就能够和各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和好 这个就是封信生命的开始 第二点就是说 在主的税领之下 每个信徒的生命都会变得封信 只是有所不同 尼哥底毛的生命 和《拉撒路》的生命 和《比特》的生命都不一样 尼哥底毛在最后的时候 他为公义发声 《拉撒路》因为死而复生 而成为了很多惧怕死亡的人的一个鼓励 而《比特》背弃了之后 重新被主接纳 能够再一次立志外主 牧养主的羊 或者主的教会 他们的改变都因为 为这位大牧人 帮助他和天父上帝和好 然后住在他们的心里面 使他们心灵感受到非常满足 并且能够和其他人 分享他从上帝而得的所有 这个说法在初期教会就很明显 比如在《士图行传》第二章44-45节里面 他清楚说 那些被带牧养的人 他们的生命如何变得更丰盛 就是他们都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 信的人都在一处 凡物公用 并且卖鸟田产家业 照各人所需用的 分及各人 原来 封信的生命 除了自己和上帝和好 更加能够成为身边的人 成为这个世界的一个祝福 很多年前我曾经读过一本书 这本书对我的灵性帮助 是非常之大 这本书就是 《属灵委人得力的秘诀》 它的内容是讲到 二十位殉徒 在復活主耶稣的练领下面 他经历了封城的生命 他和上帝和主耶稣和圣灵 一种很亲密的关系 心灵里面得到极大的满足 这种丰盛的生命 他用了很多不同的形容词去描述 我试试读几个给大家听 更换的生命 洁净的生命 释放的生命 有力的生命 燃烧的生命 轻香的生命 满足的生命 得人的生命 得性的生命 力险的生命 等等等等 是表明了 上帝所猜派的义士 在他们的心里面成为牧人 让他们感觉到 那种平安 那种满足 而这种人的生命 怎样能够成为 更丰盛 是因为他结出 属灵的果子 成为了 别人的祝福 到底怎样成为 别人的祝福呢 当美的重灾区 在哪里 在纽约州 在那里有三十万人 被感染 有一万八千人死了 纽约州州长Como 他在一次发布会上面 他拿着一个N95的口罩 和分享一个 七十几岁退休的农夫 他寄给他的信 农夫在信上面说 他的太太 跟他差不多年纪 但是健康 就很差 只有一边废 剩下的一边 上上都有毛病 加上又有糖尿病 所以他很担心他的健康 但是 家里面有五个 这些N95的口罩 是全身 而他又听到 纽约州 有很大的需要 而且死了很多人 所以他很想 将四个口罩留下 给自己用 而将剩下的一个 寄上去 给州长 希望他代为 转赠一位医生 或者护士去使用 我不知道 这对夫妇 和主耶稣 的关系是怎样 但是我可以说 这个愧疹 是一个舍己的愧疹 是一个忘我的爱心 是一个 丰盛生命的特质 说回来这里 我认识一对七十几岁的 基督徒的老夫妇 他们同一样 面对着疫情的威胁 但是在疫情当中 他们甘愿 为那些 有需要的人 去买菜 然后将这些 的松菜 送到那里 我深信 这些都是 丰盛生命的特质 是一种 忘我的爱心 是恩着 大牧人 那个的爱 使他们 生命 见得更加的丰盛 成为别人的祝福 弟兄姊妹 我们不是尼哥底母 我们不是拉塞路 我们又不是彼得 或者 我们又不是 刚才所说的 那些的长者 但是 我们同样 有福活主 作为我们的好牧人 率领我们 在自己的处境当中 得着丰盛的生命 目的是要让我们 可以成为世界的祝福 可以让我们的生命 得得更丰盛 因为主耶稣说 他来了 是要叫羊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得得更丰盛 是要成为这位 大牧人的小牧人 是要带他去祝福 这个祝福的世界 叫别人都可以得着生命 和我们一样 得得更丰盛 现今如此 后来亦如此 永无穷尽 阿们 以下我们一起用 使徒信经 你承认我们的信仰 你回应上帝给我们的道 我信上帝 全能的父 是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 是上帝的独生子 因圣灵成人 由同女玛利亚所生 他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 被钉在十字架上 受死埋葬 刚至阴间 第三天复活 升天 坐在圣父的右边 他将要在来 审判没人死人 我信圣灵 我信圣意 公之教会 我信圣徒相通 我信罪得赦免 我信肉身复活 我信永生 阿们 愿主你们同在 也愿你的心灵同在 我们要祈祷 求主年文 求基督年文 求主年文 我们一起用主刀文图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你的名被尊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也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要恕我们的罪 如同我们要恕得罪我们的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请求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权并 荣耀都善你的 从现在直到永远 阿们 亦是会众代讨 我们要祈祷 主呀连吻我们 也施恩拯救我们 主呀我们为世上万国 一切执政掌权的人 为他们要在疫情中 维护和保护自己国家的国民 要做的决策 来到代讨 我们为美国 西班牙 意大利 德国 法国 英国 土耳其 和我们自己的国家 加拿大 求你引导本地 所有国家的人 都遵从正义与和平的道路 叫我们可以互相尊重 为公益服务 主呀 拯救我们的国家 也引导我们走在公义和真理上 主呀我们为一切主教 牧师 黄惠利 祷告 我们今天纪念 我们的大主教 Foley Beach 主教 我们的教区主教 Charlie Master 梁永康 主教 梁永康 主教 Trevor Walters 主教 Don Harvey 主教 Ron Ferris 主教 和 Malcolm Harding 主教 和我们自己 礼拜堂的方文杰牧师 Chrisley 牧师 叫他们可以成为你圣道和圣礼的中心执事 求主使主所立的圣品人 尚有善意 也求主使主的子民 尚有喜乐 主呀 为上帝的圣教会 为教会充满真理和爱心 到你再临的日子 可以毫无瑕疵 主呀 拯救你的子民 也次福给你的子民 我们为世界的和平 为国际间的友谊 为全人类的幸福 使互敬互量的精神 可以在万国万俗中 知长 求主 赐平安 只有在主 女才平安度日 主呀 求你安慰及医治 身心或性灵上受苦的人 在他们的困境中 赐给他们勇气和盼望 并将你救恩的喜乐 带给他们 为贫穷 受迫白 生病 和一切受苦的人 为难民 困繁和一切在危险中的人 使他们获得解救和保护 主呀 叫我们不忘记缺乏的人 求主使贫苦人 尝全盼望 上帝呀 为我们做清洁的心 不要从我们收回你的圣灵 我们用当日的竹文 来祷告 上帝呀 圣子耶稣基督 是你子民的好牧人 求你使我们听见他声音的时候 能认出他是按名字呼唤我们的主 每步跟随他 圣子和圣父圣灵 一同永生 一同掌权 同为一上帝 永世无尽 今天也是一个纪念 生命 神圣和尊严的一个日子 让我们一起为生命祷告 主上帝 感谢你以你的形象创造人 感谢你赐我 和我所爱的人的生命 又感谢你借着圣经的教导 使我明白 你对生命的重视 帮助我在教会和社区中 维护生命的神圣和尊严 赐我力量去抵抗那些破坏 最脆弱 未出生 体弱 连长者生命的势力 帮助我不沉默 不退缩 以及永不忘记要尊重生命 也按着你的旨意 捍卫生命的神圣 这都是靠赖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求 阿们 又在图报说 全能永生的上帝 为你能行神迹其事 现今求主思恩 猜显示生命的圣灵 充满各圣品人 及会众 又求主以无穷的复杂 配降他们 言点爱福音的热身 此乃我主耶稣基督而求 阿们 弟兄姐妹 以下是你们提出代讨的事情 和你们向上帝祈求的时间 如果你需要时间 你可以暂时停了这个的录影带 是安静的祈祷 我们低头去祈祷 我们一起的开声祷告 求云土闻 全能的上帝 你已经施恩 使我们同心一致的祈祷 主曾应许 若有两三个人 奉主的名聚集祈祷 主必同在 现今我们心所愿 口所求 若对我们有益 则求主成全 愿主使我们 今世通晓真道 来世得向永生 阿们 我们要纵阳主 感谢上主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再一次欢迎大家来到 今天网络復活节旗的崇拜 我们教省的主教们都决定 暂停教会的聚集 直到五月十七号 所以未来的这两个星期 我们仍都会在网络 一起的敬拜 我们再去看主教们的决定 和看联邦和省政府的指引 来安排未来的聚会 希望大家能够为这个疫情 五早日的过去祈祷 洗礼班将会在五月十号 星期日下午的一点半 在网上开课 有人想在今年领洗 希望参加这个 洗礼班、学道班 可以跟我联络 也都请大家为张越受洗的 这些朋友们 去祷告 求主预备他们的信心 第三次的网上查序的时光 我们将安排在五月十七号 星期日早上的十点钟举行 我们到时有专行通知大家的 详情 希望大家能够留意 也都请大家为那些 未能够参加 在家中 没有办法能够接触到我们的人 去继续祈祷 其他消息 大家可以在我们网上 上载的这些周刊去参与 有人问我 怎样我能够看到周刊 如果大家是透过我们的网站 去参与这个的崇拜的话 在你画面的左手边 你有几个不同的按键 你可以去按它 透过连结 就会看到我们的周刊 甚至是我们的礼文 也有奉献的办法 如果你是透过YouTube的话 录影带下面的标题 有一个叫做show more 那你在那里点击 你就会去到我们的周刊 礼文和奉献的方法 如果你透过Facebook的话 都是一样的 你点击一下那个影片的画面 它就会显示出来 也可以同样去找到周刊 礼文和奉献的方法 希望大家都能够多去关心教会的事 报告就到这里 现在请大家预备心灵 领受祝福 愿此平安的上帝 已经使群羊的大牧人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从死里复活 也使你们的生命变得完全 在个人的事工上 遵行他的旨意 愿全能的上帝 圣父 圣子 圣灵 慈福你们 保护你们 直到永远 阿们 弟兄姊妹 朋友们 如果在这一刻 你经历到 复活主耶稣基督的临在 有愿意信靠他为主 或者进一步将自己交托给他 需要祈祷 或者是参加查经班 进一步认识 你可以和我 或者和其他基督徒去联络 联络的电邮都在这个萤幕上面 圣福活主继续带领你们 祝你们平安 今天我们就到这里 蜜兔之后大家就可以散会 我们希望下个星期 我们仍然在网络上和大家一起的敬拜 列宝 右边